七弹比赛紧张刺激,不过通常都是在白天比赛 而这次市府教育局社教馆举办的全国七弹大作战中 特别在比赛中增加了夜战 由于社教馆的七弹场有独立的照明系统 是全国正式赛事中首次举办夜战 将带给选手全新的体验 即日起到3月13号受理报名 七弹比赛开始,选手提强快跑迅速躲到掩蔽物后面 在四季开箱迎战对手 七弹比赛就是这样刺激好玩 由市府教育局社教馆举办的全国七弹大作战 今年进入第15年,是国内最大的七弹赛事 即将在3月24、25号举行 那今年呢,我们大专有45队 高中有135队,国中90队 总共270队,这全国性的 那每一队来至少有循环赛三队一组 他至少要打两队 那打到最后两天的赛事 3月24跟25 而今年的七弹大作战最大的特点 就是增加夜间作战 大专组和高中组前32强队 在第一天日战结束后 下午5点将战场移到七弹场 进行更刺激更有趣的夜战 往年都是白天 今年我们加上夜光的激战 晚上啊,那个晚上是真的 如果当过兵的来讲 晚上是最刺激 而且是要摸哨的 要偷偷去普武前进的 荒滚的 然后再一刀给他毙命的 这个都有 奖金方面各对取前八名 可以获得7000到1500元的奖励 总奖金8万4000元 即日起到3月13号受理报名 港部新闻马恩嘉雷昌邦采访报道